敢和皇帝闹离婚 中国古代十大彪悍女人 唐朝离婚率为何一直很高 古代夫妻离婚后的财产如何分配 正式实施的婚姻法 也让人们对离婚有了新的理解 那么在中国古代有婚姻法吗 对离婚夫妻的财产又是如何分配的呢 竟然有个女子敢和皇帝闹离婚 唐朝的离婚率为什么那么高 这里是瑞丽史 订阅我 带你了解更多不为人知的趣味历史 在夫权弥漫的封建社会 女人离婚或再嫁是件极其艰难的事 就其原因是古代人近乎变态的真操官 按照孔老夫子等人的观点 所谓贞结不只是单纯的不失身 还包括不改嫁 丧偶的情况下坚持守寡等等 当时的广大妇女同胞 别说提出离婚 就是产生这种想法 都是相当可耻的行为 但是男人却可以随时提出离婚 极所谓的休妻 但历史上却有十位彪悍的女子 他们敢于同这种制度抗争 活出了自由的自己 十 陷入师生恋 不能自拔的俞又威与温婷云 彪悍理由 颠覆传统思维 开始生恋之先河 俞又威急于玄机 天才师同 大诗人温婷云专程目仿 并做了他的老师 俞又威放心暗许 温婷云离开后 俞又威写下一首五言律师 姚记飞青 第一次借诗句遮遮掩掩 吐露了心声 揭气乱穷明 亭科烟武清 月中林乐响 楼上远日明 枕店梁风阵 摇勤气恨声 鸡君缆梳理 抵悟未秋情 飞青及温婷云的字 各种情义 温婷云烟能不知 不久俞又威又写出 冬夜继闻飞青的诗 表达更加直白 少女的忧怨如气如素 温婷云怎会不解 倘若她回忆 柔情万种的诗句 俞又威也许就成了温夫人 但是二人年龄相差 三十二岁 她思前想后 只好将恋爱深埋心中 终不敢跨出那神圣的一步 九 打破醋坛子的 何东施柳氏与陈造 彪悍理由 吃醋的女人 让爱情变得可怕 陈造家里养着一群歌迹 客人来了 就以歌舞应酬 这有点像现在 招待客人进歌廷卡拉 OK 妻子柳氏性子非常火爆 且爱吃醋 每次有客定 会拿着牧掌大喊大叫 纸丧骂怀 还用力敲打墙壁 搞得陈造很没面子 苏东坡写过一首诗 取笑陈造 龙丘居士亦可怜 谈空说有夜不眠 呼闻何东狮子吼 主张落手心茫然 从中可以看出陈造的无奈 爸 与皇帝搞姐弟恋的 万真儿与明宪宗 彪悍理由 姐弟恋不是现代专有 敢和皇帝搞姐弟恋 更是绝无仅有 万真儿比明宪宗大师九岁 是明宪宗祖母的贴身女币 宪宗做太子 时常去祖母处玩耍 真儿便带着县宗游玩戏血 日久生情 县宗即位后 围练着万真儿一人 县宗与吴皇后成婚后一个月 这位老姐姐一句话 便让县宗废除了吴皇后 可见县宗对她的喜爱程度 此事明史悠宅 7.爱到死去活来的桃花女与崔户 彪悍理由 相思可以致命 爱情可以回生 去年今日此门中 人面桃花相应红 人面不知何处去 桃花依旧笑春风 这一首这名的提督成门庄 说的就是崔户和桃花女的事 崔户游玩时 口渴去一农家淘水喝 与桃花女一见钟情 互相爱慕 但都没有说破 第二年 崔户在来诗小院 已经锁上了锁头 崔户于是在左边的门上 提了这一首诗 过了几天 崔户又去 听见院里有哭声 一老汗说 您害了我的女儿 从去年见到你后 就精神恍惚 前天 她看见门上的诗句 进门就病了 不吃也不喝的死了 是你杀了她 崔户伤感悲痛 请求进屋内哭她一回 崔户抬起她的头 枕着她的大腿 哭着祷告说 我来了 不久桃花女睁开了眼 活了过来 此事在梦起本事诗 情感中有记载 多少有些夸张 但足见爱情之伟大 六 儿媳妇嫁给公公的 杨玉环与唐宁皇 彪悍理由 爱情没有年龄差距 也居然可以不受辈分限制 唐宁皇看上杨玉环时 她已经嫁给妻子李茂 差不多五年了 唐宁皇不顾人伦之礼 将儿媳妇据为己有 唐宁皇对杨玉环 一直很宠爱 白居易 《长恨歌》中 对他们的爱情 是肯定的 七月七日长生殿 夜半无人思雨时 在天院作笔一鸟 在地院为连理之 天长地求有识尽 此恨绵绵无绝期 细致地写出了 唐宁皇与杨贵妃 爱情的浓烈 和贵妃 此后双方的思念之情 五 书嫂之恋的曹植与珍氏 彪悍理由 兄弟如仇人 书嫂却相爱 当真是爱情 让人目眩神秘 曹植这名的篇章 落神父 开始叫赶真父 有人考证 说是为了怀念 他的意中人间 嫂子曹丕之妻 珍氏所作 曹植少时和珍氏 朝夕相处 日久生情 但仅仅是柏拉图式的 精神恋爱 珍氏死后曹丕 还将珍氏的遗物 送给了曹植 四 让丈夫死后成仙的花蕊夫人和孟长 彪悍理由 将错就错 让丈夫死后成为人人膜拜的神仙 花蕊夫人是五代时候 蜀末代皇帝孟长的贵妃 她本与孟长相处十分恩爱 宋太祖赵匡应灭后属后 孟长报病身亡 花蕊夫人也被赵匡应那位贵妃 但她心里总抛不下与孟长昔日的恩情 所以亲手画了她的像 四字礼拜 不料被太祖撞见 只得谎称供的是张仙 可以求子 那些宫里的妃嫔 听说供奉张仙可以得子 便都到夫人宫中照样画 一幅供奉起来 希望生个皇子从此富贵 后来张仙宋子的画像 竟从宫中传出 连民间妇女要想生而抱子的 也画一轴张仙 香花鼎礼 至今不衰 后人有人作诗 供灵鬼说是神灵 一点痴情总不免 千古艰难为一死 伤心启毒西夫人 三冲破世俗女追男的 卓文君与司马向儒 彪悍理由 冲破礼教束缚 打破爱情规则 谱写一段女追男的佳话 卓文君看中能弹琴作诗的 帅哥司马向儒 依然不顾家里 阻拦与之相爱并私奔 去外地开启了小酒馆 一个当老板娘 一个当店小二 这在当时封建礼教 家教严谨的社会 是狠了不得的 二 夫妻皇帝武则天于理智 彪悍理由 同床夫妻先后称帝 高宗是非常喜欢武则天的 不然也不会废除王皇后 改立朝以武则天为后 从此武则天得以 逐渐掌握朝政 后来终于也当了皇帝 夫妻二人都当过皇帝的 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 一 敢和皇帝离婚的文秀与溥仪 彪悍理由 敢与皇帝离婚 古今第一人也 1931年文秀通过律师 向溥仪提出离婚 溥仪不愿闹上法院 遂经双方律师交涉私了 由溥仪付给文秀武 五万元赡养费 溥仪被迫答应离婚后 未挽回颜面 还于1931年9月13日 在京 今 护报纸上发布广告刊登 上誉 书妃善离行员 显为组织 撤取原封卫号 费为庶人 亲子 唐朝从诞生的那天起 就在不断地颠覆 比如先前的女人 以瘦为美 唐朝的女人 就以胖为美 先前的后妃都住宫里 唐朝的后妃 却能在宫外自建府地 先前的大臣 不敢对本朝皇帝 说三道四 唐朝的大臣 除了对本朝皇帝 公开说三道四 像白居易律 这样的文学态斗 还为皇帝编爱情故事 唐绿对离婚 有三种规律 一 协议离婚 指男女双方 自愿离异的所谓 合离 若夫妻不相安协 而合离者 不做 二 促在离婚 只由夫方提出的强制离婚 即所谓初妻 李继曾为初妻规定了七条理由 不顾父母 胡子 吟 度 恶极 多言 妾 唐绿 也大致习用这些规定 妻子若犯了其中一条 丈夫就可名正言顺地休妻 不必尽管判断 只要做成文书 由一方父母和证人署名 即可解除婚姻关系 但同时 唐绿又承袭古代 对妇女三不去的定则 即曾为旧姑扶桑三年者不去 取失贫鉴后来富贵者不得去 现在无家可归者不得去 由三不去中任何一条 虽犯妻出 丈夫也不能提出离婚 三 强制离婚 夫妻凡发现有异决 和唯律结婚者 必须强制离婚 异决包括夫对妻族 妻对夫族的殴杀罪 奸杀罪和谋害罪 经官府判断 认为一方犯了异决 法律即强制离婚 并处罚不肯离异者 对于唯律未婚而旺貌以成者 古代妻子被出后 也不是说一点财产也不能分割 但较为有限 比如自己当年嫁到夫家时 陪过去的嫁妆 衣服什么的 就可以明言正顺地带走 这样允许带走嫁妆的条例 在历代婚姻法规中 几乎都是不变的 如侵律离婚之日是 无论何原因 其妆联应听邪趣 这一条规定 大清也曾做过司法解释 不过也有的朝代规定 离婚后妻子不能带走一点财产 连嫁妆也不能拿走 原典章就有这么一条 不许自前搬取随身 如果因女人原因 离婚改嫁的 可能连嫁妆也别想走 如现代女性一般 移情别恋了 甚至要给前夫 以经济赔偿 对于平分夫妻财产 在古代也有特例 据宋红麦传 一间至 所记 宋代夫妻离婚后 便曾有中分期资财者的说法 并卷上有个王八郎条上 要出妻的江淮大款王八郎 便让妻子分走了一半的家产 男人身上有钱了 就喜欢包二奶 养小三什么的 古今都有这现象 当时 王八郎与一个妓女搞上了 回家在自己的黄脸婆就不顺眼 要除掉老婆 娶这个妓女 王八郎老婆很有心计 不能便宜了丈夫和小三 于是悄悄变卖家产 把值钱的东西也藏了起来 王八郎知道后 自然更生气 铁了心要与老婆离婚 协议离婚不成 最后闹上了衙门 现太宪判了 毗离 并且允许王七平分家产 古代离婚后 孩子都是夫家的 但这个妻子 连小女儿都要带走 王八郎强烈反对 但妻子的理由更充分 王八郎没有做爸爸的资格 整天与妓女鬼混 如果让他带孩子 对孩子成长不利 甚至无家可归 沦落为孤儿 最后 身名是礼的现太爷 将小孩也判给了妻子 感谢您的持责 那里 手都没充分 无子 这次准备 这次准备 对 感谢观看